光复乡公所早年结合了大富大丰两春 推动营造在地特有的浙工以及客装人文历史产业 活络整个社区的聚落 而近年度乡公所争取获得了客委会 一千多万元的经费补助 重新补强改善 包括了入口意向等公共设施 而乡代表们则是高度的关注 建议乡公所前车之鉴 能以耐看耐用的建材来设计规划 避免重蹈覆车 这群获得客委会补助 来重新补强改善大富大丰两春 客装异象与这工故事廊道营造 相公所从提报计划到通过经费核定 乃至于设计规划内容项目 相待会高度关注 要求相公所能详细说明 就是在路口的部分 他的入口意向 我们还要再把它重新规划 相公所将利用客委会补助 1170多万元经费 改善大富大丰春内 斑驳老旧的故事墙 尤其也要重新整建 入口意向 此举立刻引来 相代表们的关切 指出之前的入口意向 才设立没多久 就开始腐坏破损 这一次相代表林泰旭 就希望相公所寄取前车之鉴 胜选鉴才来设计规划 避免筹到覆车 乡长林泰旭坦言 争取获得经费补助后 相关设计规划作业进度 有些缓慢 今天下午终于能够顺利 邀请规划公司与在地居民 共同商业讨论计划内容 希望营造建设出来的成果 都能更贴近在地居民的生活需求 记者是玉兰光复财产报道